让我们赶紧来欢迎五组家庭 第一组家庭 张露家庭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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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最冲 五寸最转 东北的女孩最好看 我就是那个最好看的东北姑娘 大家好 我是张露 我是一名女飞行员 而且是一名飞行员教员 开飞机的呀 是的 而且还是教练的 是的 是的 在哪儿叫人家开飞机呢 我现在在泰国 曼谷 左边的这位呢 是我美丽漂亮温柔大方的妈妈 右边这位是 没事就想恋我酒量的爸爸 获利老师 您不知道 您平时就是我妈心中的偶像男神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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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爸面说这话 我还真不好意思 那爸爸 你对未来的女婿有什么要求吗 酒品见人品 今天我们家选女性的标准 就是酒品好 人品也差不了 好嘞 有意思啊 有你给我们女儿找个下 我放心 真的 我太高兴了 这个压力好大呀 好 感谢一号家庭 现在让我们有请二号家庭 甜心的家庭 嗨 大家好 这组家庭来自世纪家园 天心 五百万美大长腿 聪明伶俐 有智慧 没错 我就是那个甜心 来自于北京 更加24岁 那目前呢是一个国企的员工 希望能通过我的家人亲友团 还有国立老师一起帮我选一个心中的四个德王子 个子高的 身材好的 皮肤偏黑的 眼睛不要太大的 总结起来有点类似于国立老师 我不不高 我个子不够高 够高 说要长得黑一点的 我的眼光有点独特 所以说今天在场女嘉宾 我跟他们可能都抢不到一起 因为我喜欢的他们都不喜欢 那我们希望这个黑的早点出现 那还有今天呢 我带着个亲友团的比较特殊国立老师 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像 我刚才一直都在纳闷的 我说这俩人长得怎么那么像呢 那今天我考一下各位老师啊 我的妈妈呢是老大 我的姨呢是老二 然后您猜一下哪个是我的妈妈呢 您猜一下 有点懵 我懵 右手的是妈 左边的是小姨 对 对 恭喜你答太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猜出右手是你妈妈吗 为什么呀 因为小姨一直在看我 妈妈一直在看你 你知道吗 我判断是对的吧 对 这个是我的妈妈 这个是我的老姨 哎呀 双胞胎有基因的 对 家里继续会生双胞胎 所以说一会儿一定要跟男嘉宾说一下 以后想要双胞胎的话一定要找我啊 一定要拍我 因为我有双胞胎基因 隔代遗传的 对 隔代遗传的 感谢我们的二号家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家庭 王丹宇家庭 哈喽 大家好 这几家庭来自真爱网专业弘扬为你争选 我是三号家庭的王丹宇 这个呢是我的帅爸爸 这个呢是我的美妈妈 不是你这一上来呀 让我都不明白 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排座次啊 都是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 中间是女儿或者是儿子 怎么回事啊 孩子 我呢就是我们家的单身狗 我的爸爸妈妈吧 平时在家就经常坐在沙发上 一块儿追剧 我就一个人在边上 或者说我哪天早上一睁眼起床吧 我说哎 我爸我妈呢 打个电话问问 啊 我们出去玩了呀 那人家出去转一圈 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还要告诉你吗 人家都是自驾游 去泰国 去曼谷 然后到处去玩 都能把我忘了 我就在家 孩子 你跟着我走吧 我说你爸爸妈妈太不负责任了 出门都不管你 你跟着我到我们家当女儿去 行啊 您缺女儿吗 我当然来了 行 下台我就跟您走了 好吧 好吧 这是开玩笑啊 说明你的爸爸妈妈是非常恩爱的 对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 那一定受他们的影响啊 你也想找一个特别恩爱的一个男朋友 是不是 是 我就希望能找一个 像我爸爸妈妈这样的 那爸爸 你对未来的女婿有什么要求吗 曾经的国立老师你好 你好 我是你的铁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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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婿的要求呢 就是个子要过1米74 皮肤呢 要干净 我们希望你的女儿 在今天的群亲过程中 能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好吗 好 谢谢 德里老师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4号家庭 杨树林家庭 看着我的新衣 听着你的身衣 我不替你保留 爱情有礼恒 这只家庭来自百合网 杨树林是最棒的 杨树林 杨树林你最美 哈哈哈哈 别了 懵了 大家好 我是杨树林 我自己呢 在山西开了一家餐饮店 我是一个美丽漂亮又有干劲的女老板 当然 张国立老师 如果您有时间在我们山西做客的话 我可以请您吃一份大餐 只要是您给我介绍一个心仪的对象 全部面单 哇 你是哪儿的人本来 山西林坟 哇 山西林坟 说山西话怎么一口东北味啊 我小姨嫁到东北了 从小我们一块长到大 就被她带跑边了 这是小姨 这是小姨 这是我姥姥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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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有气 就有年轻漂亮的姥姥 爸爸也没来 是妈妈也没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爸爸妈妈嘛 就是属于特别忙 而且我从小是跟我姨 还有我姥姥长大的 他们两个是特别特别了解我 特别特别亲我的人 忙到什么程度 这么的人生大事都不来 我得批评批评他们 我就肯定批评 因为她父亲呢 是高养殖 然后包了几座山 一个月25天都在山上住 她母亲是做美容行业的 开了家整身医院 然后我就在这儿了 明白了 你们这也挺有意思的 你们家是这样 开了个连锁店 告诉人家说 我们这都是生态养殖 您吃吧 咱家吃胖了以后 再介绍你妈那个美容店 说您到那可以去减脂 可以去减肥是吗 对对对 您说啥都是对的 您只要您说就是对的 你看你这个性吧 跟你的名字真有点关系 对 我爸爸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为什么叫杨树林 因为只要有个根 差哪都能活 真的是顽强 对顽强打不死 好 那我们希望您也找到一个 这样的男朋友 行 那张国老师 我就交给您了 您的饭我包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5号家庭 孟柯莹的家庭 这组家庭来自百则网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5号家庭 我叫孟柯莹来自山东县区南京 我是造型师里面最懂法律的 也是学法律里面最潮的 这位是我妈 这位是我表姐 刚才你说是山东灵仪的人是吧 对 灵仪是革命老区啊 是 以蒙山区 以蒙小调儿你会唱吗 会 来 来 人人哪个都说 以蒙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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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现在这个小孩还能唱这么老的遗蒙小调儿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你好 国历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孟柯莹的妈妈 那我的女儿是遗传了我作为工程师 然后她爸爸是律师的优良基因 所以我相信 只有足够优秀的男孩 才能够优秀的男孩 能hold住我的女儿 柯莹啊 你心目中的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 我心目中和我妈心目中肯定不大一样 我觉得 我不在乎这个男生的原生长相 还有物质条件 我觉得聪明的男生会自动变帅 所以我喜欢有品味 有才华的男生 我明白了 颜值不是最重要的 对 内心的美和内心的学问 才是最重要的 对 你这个诉求啊 正好应了中国有一句老话 最美的婚姻 我们常常说是 郎才女貌 好 听完了你们五位家庭的介绍 我们对你们已经很了解了 子女们 你们要走到我们的第二拍摄现场 玻璃小屋去 临走的时候 对父母还有什么不放心 要交代要嘱咐的 赶紧交代一下 中华儿女千千万 这个不行咱就换 不行 千千万太多了 咱们热水三千只取一条就够了 好不好 爸爸 好的 放心吧 该上就上 千万不要把机会留给别人 放心吧 宝贝 妈妈一定给你把好关 我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一块撒狗粮的 以后你们两个的二人事件 你们就自己过去吧 放心吧 我负责赚钱养家 她负责貌美如花 老爷 你们俩给我挑的花回去 行吧 放心吧 绝对给你摘个花回家 好的 妈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不是给自己的企业挑选员工的 你是来给我找男朋友的 你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的人 拜扶你了 好的闺女 妈妈一定擦亮眼睛 好 孩子们 你们现在起身 到我们的第二现场 玻璃房就坐 中国新相亲节目规则 五组家庭家长 争夺相亲的三个席位 夺得席位的三个子女 在隔壁房间 只能通过电话 与现场家长联系 表达自己的想法 懂 好 有请第一位男嘉宾帅气登场 这位嘉宾是由珍爱网专业弘扬 为你捐选 我看看 我看看 看西装 好疼 好疼 这不错玩了 好疼 超假不错 我李老师好 胡柏文您好 现场的叔叔阿姨们 以及现场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太爱了 我妈可别给我拍 我妈应该知道 这不是我的菜 别 我爸别着急 后面更好的呢 我叫胡柏文 今年23岁 来自内蒙古 我相信一见钟情 但更远天长地久 很高兴见到大家 有点像那个胡彬有没有 胡彦彬 是像胡彦彬 是像胡彦彬 来来来 博文 你这玩的什么玩意儿一出场 胡彦彬球 这叫溜溜球 是什么 你给我看看 我看看怎么玩的 吓死我了你 你教点简单的动作 你上来就等着难度大的 没事 没事 你看我的啊 我这样做 然后 伸出于右手的中指 中指 左手的食指 玩吧 不行啊 可以可以 我脸还脱了 真的 这不行啊 我是属于你拿一顿核桃来 我搓着还行 不过他的才艺 确实能让我眼前一亮 其实你们看 可能觉得这个 优游球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挺不务正业的东西 但是我也是现在一直坚持 坚持到现在 然后后来我创立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个性的 优游球的设计品牌 把一个玩的事儿 之后弄成了一个设计品牌了 那优游球是你的职业咯 我其实有四种职业吧 可以说是 我这一件事我都做不好 你有四种职业 你说说吧 首先第一个职业 这个优游球品牌的一个创始人 然后第二个职业 我是来自内蒙古 闸篮屯市乌兰木齐 也就是当地的文工团工作 乌兰木齐他们多少年来 都在牧区坚持到牧区去演出 乌兰木齐的演员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一专多能 对对对 每一个人既是演员 可以唱 可以演 可以这个弹奏乐器 对对对 一专多能嘛 所以他们是一支 我们叫文艺青骑兵 对 红色的文艺青骑兵 第三个职业是我的家乡 在呼伦贝尔吧 呼伦贝尔大草原 对 有一首歌唱得好 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 是不是 有没有 太棒了 太棒了 对 我老师唱歌好好听 你没发现吗 对 我在那里开了一家自己的旅馆 我也算是这个旅馆的老板 还有第四个职业 第四个职业特别有意思 一会儿大家看VCR可能就知道了 树林就上来了 树林家的四号家庭已经上来了 这么快就来电话了 谁呀这是 果林老师 我是树林 树林啊 你怎么这么忍不住啊树林 你矜持点行吗你 我看到他这流流球了吗 这不是 你帮我接下我小姨 喂 喂姨啊 你能不能矜持点 再等一会儿 您帮我把我关呢 你多问问他问题 好的好的 你放心吧 多夸夸我 行 你交给我吧 不用着急 肯定给你拿下 把话说完呢 比如说你问问他 喜不喜欢皮肤黑一点的 放心吧 拜拜 太急了这孩子 莫嘉宾我想问一下 你喜不喜欢皮肤 稍微黑一点的女孩 黑一点的 那种 黑一点是吧 古铜色 眼挺白一点 对 那个挺健康的 不知道不行了 小姨这哪是来帮忙了 小姨你这来捣乱来了 你身上是古铜色 脸挺白的 这咋整的呀这是 我觉得优点 哎呀 古铜色很漂亮 性感 脸是那个敷面膜 敷得稍微白一点 我天天敷面膜 真的是 我们家树林呢 不光名字霸气 长得也非常的漂亮 特别的性格 别别别别 妈妈妈 hold住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来播放一下 胡博文的 VCR 无中生有 哇 很有趣啊 哇 好厉害哦 哇 神秘莫测 创造奇迹 这个VCR蛮帅的 我是一个魔术师 而魔术师 就是创造奇迹的人 哎 你别还说 我还真喜欢这个 给你变个惊喜出来 就好 对吧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 我会始终坚持到最好 东北制作忽悠大餐 我的家 在美丽的俄尔古那 那里四季分明 景色宜人 在爸妈的帮助下 我在市中心 还经营一家旅馆 夏天的时候 客人很多 平时的我 爱好广泛 滑雪 台球 都喜欢尝试 我性格开朗 我的家里有草原 你是我的那个女同学吗 爱情的港湾 三艘小船 已经全开上来了 一号家庭 四号家庭 五号家庭 你看 那么你刚才通过VCR 我们对你了解 你是一个魔术师啊 各位老师 哎呦 你看 你看 树林的小姨 已经急得不得了了 来 你问吧 说 我们家树林 特别喜欢魔术 这类的东西 因为我确实喜欢她这个职业 然后看你的VCR 我觉得你的性格年龄 和我们家都特别相配 和我们家是特别特配 然后我是第一个出来的 你要多关注一下我们家 好 然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女朋友跟你发脾气的时候 无理取闹呀或者啥 你会选择宠着她灌着她 还是用你的男人的一面征服她 我首先我会先让她冷静一下 好了等她冷静好了 我可能带她出去溜达溜达 出去转一转 回来我再跟她讲 是她错还是我错 跟女人没有道理可教 让她看了 好 小姨可能就想听着的 别说话 我看谁是肯定又是树林荣 这回来还整不住 谁啊 还整不住啊 国立老轩 好 谁啊 好 妈妈 您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张璐来 喂 喂 妈妈 喂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有多高啊 好的 我女儿问你身高有多高 精确的来说是一米七六 一米七六 不想问这儿 给给给 够她了 好嘞 拜拜 明白 符合您的标准吗 我女儿今年二十九岁 你二十三岁 这个年龄你会不会介意 我有那么大吗 明明二十八 张璐呢 因为已经有二十八岁了 是啊 她俩相差六岁 还是学得稍微大了一点 让张璐找一个更成熟的男孩 呵护她 对 她年纪太小了 我比较喜欢 但是我觉得她很成熟稳重 爱情跟年龄无管 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我要先了解一下 肯定要 你说草原上出来的孩子 喝酒怎么样 我虽然不是谦卑不醉吧 就这么说 但我也不是一杯就倒 但是呢 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 她对我这个手的要求精度很高 全是很少喝酒的 但是呢 如果有叔叔阿姨想跟我喝 我也能奉陪到底 好 没问题 还有酒窝呢 男嘉宾 你好 那我想问一下 将来的女孩 她如果从小的生活环境 是算是知识分子家庭 顺风顺水 有一些小工具的特点 那么这一块 如果你能够相容吗 这种性格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嘛 也是靠文艺方面的嘛 因为也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那这条和我女儿太像了 我女儿太大了 就是 我喜欢很新奇的东西 你看男嘉宾这变魔术啊 玩悠悠球啊 我觉得她会是你的小迷妹 喂 喂 喂 你好 国立老师 我是五号孟柯营 我想跟我妈通电话 好嘞 肯定是说你又在招员工啊 喂 喂 妈妈 你别像那个 跟企业招员工一样问她 你问一下她那个生活 平时业余生活 她喜欢什么东西 除了这些之外 然后她介不介意 女生就是有一些叛逆 好的 那我知道了 那男嘉宾 你平时出了这个爱好 比较关注什么 喜欢什么 然后她的性格呢 就是说有一些叛逆 然后在这方面 你能接受吗 可以接受 因为平时除了我的这些东西之外 我是个挺愿意尝试的人 比如刚才看滑雪啊 台球啊 还有看电影 或者是看一些话剧啊 音乐剧 还有做这个设计品牌什么的 对对 那这点和我的女儿太相听了 我女儿整个大学期间 一个假期 从南京跑到沿城 就是看她家各种的医院会画剧 那跟我还是挺像的啊 接下来呢 你就要进入全力反转的环节了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请看大屏幕 五号家庭 孟科颖24岁 职业造型师 工作都不错啊 那你现在可以和父母来提问一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用一个小动物来形容你的女儿的话 你会觉得你的女儿最像一个什么动物 嘿 这有点意思啊 我的女儿应该像个 应该像个小兔子吧 有她乖的一面 也有她糊糊的一面 而且呢很可爱 帅啊 我觉得我们也像一只猫吧 若鸡若鲤 有的时候又会很黏你 我们家树鸢 我觉得应该像一只 开了瓶子孔雀 细致都是抱着 骄傲的姿态 对 那种感觉 这个小龙挺有趣的 我一定让我刮目想看了 好 我再想问一下 你们的女儿会烧菜吗 做菜怎么样 会烧 会烧 会 这个我们家最有反应群 我们家是开饭店的 好 烧的都怎么样呢 烧的不好 她暖人心呢 那妈妈真会说话 哎呦 我会煮面条 我女儿喜欢做菜 而且她做的香菜 做椒鱼头特别好 我还是挺喜欢吃香菜的 说实话 不会做香菜 我觉得不会做那一个 我再想问一下 是各位家庭 你们介不介意我经常出差 做演出这种工作性质 介意 没问题 我们家不介意 这个完全不成问题 我希望她能带我一起玩 而且我都可以带着 可以带着她出去 对 带着你们一起 顺便旅游嘛 跟我想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每组家庭 还有四个秘密情报 你可以选一个来了解 一号家庭 张璐 国色天香 光辉岁月 私奔到月球 刷我的卡 我选国色天香 我选国色天香 我都能想象出来 长什么样子了 来 四号家庭 杨树林 美丽的后曹牙 美丽的后曹牙 就唱美丽的后曹牙 后曹牙 导演组我也真是醉了 国性的孝顺 好 我们五号家庭 孟柯莹家庭 流行风向标 向左走 向右走 绿正俏佳人 幸福比例 我选绿正俏佳人 我女儿可莹 现在的穿着 看起来是比较有个性 但其实她是一个知书达理 冰雪聪盈的女孩 从小到大 她一直是号称学霸 女儿特别笑水 也很会做饭 也很会化妆 她将来的目标呢 是要像她爸爸一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现在正在准备公务员的考试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现场小红娘发挥的时候了 我们火眼金睛的小红娘们 将会把你们的红线牵向何处 不敢看 我要祈祷了 来 让我们看看速配指数 哇 哇 哈 哇 哇哇哇哇 està 你看 Joly 一百个小红娘 给你的一个方向性的指标 你用来判断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晨晨 进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她出谋划策 这位是妈妈 这位是堂哥 替妈妈来的 福利老师你好 堂哥老师好 其实他们在后面 也看不到女嘉宾 只能通过现场的交流来判断 来 妈妈 你觉得她跟什么样的 这个女孩比较般配 今天有没有合适的 一号家庭 但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 这个张璐的年龄 略比博文长几岁 妈妈不介意吗 不介意 不介意 你妈妈当然不会介意 大几岁可以照顾儿子 堂哥 你占几号 我觉得那个比较开朗活泼 穿着打扮非常时尚 非常潮的那个 跟我弟弟很合适 明白了 是谁啊 我不知道 对啊 你俩都开朗 我开朗啊 我站五号 五号 孟柯颖 有眼光 三位家庭 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请你们现在做最后一次的争取吧 选张璐到天上变魔术 选我姑娘 没错 我们聊得来历史 品得懂话剧 敲得了架子鼓 你值得拥有 我们家杨树林 能萌得像萝莉 也可以像金国英雄 花木兰一样威武霸气 如果你今天要把她牵走了 你绝对是今天全场的 Superman 好 妈妈的话 表哥的话 也不能代表你本人的意见 对不对 有请博文做出自己的选择 选择 我的心在 哭的跳 砰砰砰 我选择 你们觉得他会选谁 放心吧 就坐 五号家庭 恭喜恭喜 这是我们的张璐 你看看 他会喜欢我这样吗 你觉得五号家庭 那么就请我们另外两位 你们从获利房里走出来吧 周敬 你没口福了吧 不过你和我里头那个姐妹 确实体都对的 谢谢 树林这是 对啊 恭喜你 那个五号你在冰座的演戏 这是我们的张璐 你看他们俩 你觉得你选择 应该是顺客的吧 他们都很优秀 很漂亮 他们两个也都很漂亮 但是我坚持我的选择 好的 让我们有请孟柯颖 有请女嘉宾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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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才女貌 一对佳人 有什么话要跟对方说 嗯 我 是啊 我想说 有人说过在乎的人不明白 明白的人不在乎 我希望你能既在乎又明白我 我呢 嗯 好 好 我来带你戴上 我来帮你戴 你会介意我平时这个样子打扮吗 我平时打扮跟你差不多 真的吗 那挺好 可能还不如你 你慢慢截 我也慢慢截 因为我这个就残了 孩子来 我帮帮你了 月老帮帮你 谢谢国立老师 这国立老师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你不是忙着那个呢吗 你不是 你这孩子 蛮差着辈分呢 我这是帮孩子 是吧 哎呀 我这个解不开了 玩砸了 你看你 就看了 哇 哈哈哈哈 她头发撩 对 你这小红娘们喊什么呢 棒一个 好 我们下期再报了 我们走了 下期再报了 下期再报 好 牵手可不过往这边走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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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偶尔在想为什么柯颖不给我打电话呢 我想问了都被杨树林问了 老师联是会替你问的 没有 魔术师什么都会变 只有心不会变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虎位的家庭 任芳贤 有请 这位嘉宾由珍爱网专业弘扬为你甄选 哈喽 你们好 方贤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都可以是真的 你说的我都会相信 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哈喽 大家好 左立老师好 你好 我是5号家庭 我叫任芳贤 我来自上海 我今年26岁 我现在的职业呢 是一名全职的平面模特 平面模特 对 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我美丽可爱的妈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任芳贤的妈妈 我找男朋友就三个标准 第一要帅 第二要暖 第三就是暖帅暖帅的 记住了没 好 好 请我们的芳贤到第二现场 妈妈要记住了第一要帅 第二要暖 第三要暖帅暖帅的 好 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男嘉宾登场 有请获达 好 这位嘉宾是由珍爱网专业弘扬 为你争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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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我需要你 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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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佳麟老师好 叔叔阿姨没有好 哇 这个追吧 好帅 大家好 我叫做霍达 今年27岁 我来自深圳 目前是一家公司的CEO 我来到这里 就是要给你稳稳的幸福 哇 来 要不要 这么快就下来了 我妈原来凯莉啊 哇 哎呀我妈又没下了 真犹豫出场 三个爱情的小船都驶出来了 谢谢阿姨 我给阿姨们准备了一点吃的 我刚才自己做的 哦 还有带着吃的来的 真有心计啊 这男嘉宾一个比一个聪明啊 要想得到女嘉宾的父母的心 得先抓住他们的胃 这肯定是没错的 吃啥呀 吃那个减餐 他做的西餐好像 他肯定是暖男 电话也打来了 喂 喂 各位老师 我是二号甜心 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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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下我的小姨 好嘞 来 甜心来电话了 老姨接电话 喂 喂 老姨 老姨 一会问一下她多高 喜不喜欢大长嘴 然后好好推荐我一下 把握好 明白 好的 放心 我就是你的嘴 行 我该刮就夸这么多闪光点呢 她就是看着这男嘉宾挺综艺 让我把她所有的闪光点 一定不能落下 一定要说出去 谢谢 谢谢 我没关注的 一定要把甜心催出去 谢谢 小姨 甜心要问她多高 甜心真的要问你多高的 一米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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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就是你的啦 一米八二 我穿这鞋工就跟她一边高了 王嘉宾 你好 来 张璐的爸爸 说说好 我非常喜欢你 你这个子跟我女儿 正大 谢谢 谢谢 这父母很帅的 这父母很帅 颜值好 大长腿 张璐 你爸爸正在发问呢 好 来 那先让你接电话 好吗 喂 爸爸 张璐的爸爸 说 那个我特别喜欢她 然后那个她个儿特别好 然后各个方面我都挺喜欢的 然后你帮我争取一下 然后我的优点啊什么的 你夸一下 好的 没问题 哎 好了 真请告白了 我女儿当初说了 你长得非常帅 那个又非常 又怎么说呢 就是说让我多多表扬她 最好是你们俩牵手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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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张璐 谢谢 我可以说吗 我可以说吗 来 我后的妈妈说 我看着这个小伙子好帅哦 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女儿她的颜值很高 我觉得和这个男嘉宾 很配很配的 阿姨很漂亮 这个我觉得 我们说的都已经够多的了 各位家长 通过这个VCR 我们对男嘉宾做进一步了解 好不好 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 没有意见吧 没有 好 来 那我们放一段 男嘉宾的VCR 请看大屏幕 我是霍达 2015年 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学士学位 2016年 获得新泽系理工学院硕士学位 结束五年留学的我 回到深圳 创办了一家珠宝设计公司 烹饪对于我就是一剂良药 我还会做菜呢 我试着用西式的做法 我肌肉 我肌肉 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们 对我的料理赞不绝口 我开始有成立一家健康饮食会所的想法 我有很强的品牌忠诚度 我任天的品牌就不会改变 车只开一种品牌 酒只喝一种味道 可能它不是最好的 但成为习惯之后就很难改掉 没有评委 对 我一共谈过两段恋爱 跟我一样 改变我最多的是第一段 我也是两段 为了它 我放弃了更好的留学机会 选择前往美国 但最终换来的却是 它在美国和前任复合的消息 这让我懂得有些爱情 对于你是失之不渝 对于它却是勾眼云烟 现在的我想找一个 双双在线的女孩 如果你可以像我妈妈一样 是一个欧美范儿的女生 就再好不过了 好 通过这段微范儿 我们对男嘉宾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也想问问你 你说像你这么优秀的一男孩子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女朋友呢 因为我刚刚回国的时间不是很长 不到两年 朋友圈基本上都在国外 在深圳的话 朋友圈不是很广 接触的女生不是很多 我也是这样的 每次回国都没有朋友 因为你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居然是这么的七处 可是你依然相信爱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是的 因为我觉得一段感情 对于男孩子的成长 其实特别有必要的 跟我的想法一样 我也是 就是分手之后 其实对那段痛苦的经历 对一个男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感谢天润 我说男嘉宾这个小果子 跟我的姑娘的经历一模一样 甚至恋爱死都是一样的 而且我也理解她那份苦 那份想家的心情 在国外的话 一个人确实是不是很容易 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能坚持下来 然后能顺利完成学业 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 她说尤其是感冒发烧了 恨不得有个人给他倒点水了 有的时候病例都不行了 发烧烧对都不行了 还要自己开车去打针去 这一份心情 我们听了都很心酸 没错 没错 生病的时候是最想家的时候 是啊是啊 非常理解 男嘉宾 你跟我女儿是最合适的 我女儿叫张璐 1号 记住了 我可以还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吗 你可以问 自由抢答时间 男嘉宾 你们中间想打断她都可以 现在这行情好啊现在是 男嘉宾 你想开一个健康会所是吗 对的 对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做饭 那太符合我女儿了 我女儿在这方面挺有经验的 她会做健康餐 以后如果你们在深圳发展呢 也可以 在上海发展开会所呢也可以 她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你们两个可以共同来经营好 你们这个健康会所 请问一下男嘉宾 你平时健身吗 健身 我健身六年了 那太好了 我女儿她以前做过 好几年的健身教练 身材肯定非常好 如果你们两个人 以后有缘分好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锻炼 我女儿可以用正确的方法 和你一起 嘿 这妈妈 人家怎么六年就不正确呢 不是这么正确 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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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跟妈同时举手 这挺难得的 咱们把这个机会先让给她是吗 好 来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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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一米七八 很高很高很高 我女儿是一个工科女状元学霸 但是我女儿业余是走模特肘秀的 身材好 智商高 对啊 能不能hold得住我女儿 我肯定努力 我女儿颜值特别高哦 刚才打电话就是挺喜欢你啊 和你很配哦 别错过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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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配哦 来 来 张女嘉宾 男嘉宾 我都等不及了 我女儿她原先做空姐 现在做飞行员 教员 她是一个又有柴帽又有美貌 兼备的一个女孩子 在家里敲词家务啊 里里外外啊 人际观念都非常的得到 会做饭吗 会做饭呢 她会煲汤 而且特别会煲汤 而且她经常去深圳 那太好了 太好了 才冒双钱 都考虑考虑 行行 考虑 好嘞 甜心的妈妈接电话 对 妈妈妈 她不是说她喜欢双双膏的吗 你说嘛 我双双膏 然后我也会做饭 我还会烘焙 你给她说我还会烘焙 在家每次做蛋糕什么的 丹塔呀什么都会做 好 然后该说的都说 然后就是别喊歌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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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男嘉宾 我女儿说她也会做饭 也会做烘焙 甜心是属于那种很自立的女孩 就是大学四年 读研三年 从来没从家里要过生活费 都是自己在供自己上大学 奖学金倒是说呀 年年拿奖学金 还给家里打钱 这都不说 就今年一八年她就工作了 她就告诉妈妈 我工作之后 你就可以降手了 不用那么累 很懂事的女孩 嗯 好了 接下来 我也替玻璃房里的孩子们问一个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父亲的话 我会觉得 你这个是一个理工男 那像你这样的男孩 是不是和女孩沟通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理工男 有点误解 有些误解 你们对工科女有一些误解 比如说我就是个工科女 比如说我的话 我肯定会迁就女生 因为女朋友是自己另一半嘛 比如说 经常大家说理工男 女朋友生病了 理工男会说多喝热水啊 热水狗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这句话不能算错 但是肯定不是最好的 应该直接把药滴到她的身边 喂到她的嘴里是最好的 我问你是理工语言 理工女 很适合你的 你俩有共同语言的 你说也要找个理工女吗 你理工男找个工科女多配啊 好了 我们已经聊的特别特别的多了 现在我们就是进入了 权力反转的环节 首先我们来了解 三个家庭的简历 一号家庭 住28岁职业是飞行员教练 二号家庭 甜心25岁职业国企实习员工 五号家庭 陈芳贤27岁职业模特 怎么样 你有什么想要选择 几个你关心的问题 跟他们几个父母聊一聊 提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五号家庭 这个模特大概都是拍一些 什么类型的片子 然后我感觉可能稍一点在意吧 应该会介意吧 可能会啊 男生肯定都会介意 男生都会介意 因为他我女儿身材很好做过教练嘛 他拍的东西呢 都是这种运动方面这种类型的 这样很健康阳光的 传播正能量 他要这样子的 好的好的 好理解 你放心好来他这 非常好非常好 还有什么要提问的 一号家庭 你们介不介意 我比你们女儿小 我们不介意 刚刚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你介不介意 我女儿比你大一岁 我们一家人都是非常和睦的 到我们家里来是没错的 男嘉宾这个不是问题 我女儿26岁 配你正好 好 接下来我们每组家庭 还有四个私密的情报 你可以选择一个来了解 好不好 没问我 我不问我问题 来 一号家庭 你想了解哪一个 我觉得那个私奔到月球 挺感兴趣的 好 请看大屏幕 真的好酷 好帅啊 真的好帅啊 好帅啊 我有点恐高 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下他的手机 太好了 你俩牵手 你俩你可以拼命做他的手机 拼命做他的手机 拼命做 拼命做 来 二号家庭 甜心 唐伯虎点秋香 我想静静 我是丁字户 好 米其林的时代 我比较喜欢烹饪 我想看一下米其林时代 什么 看这个好可爱啊 天哪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以为米其林时代就是 就是给你把那好菜 给你端上来了吗 这是你吗 好小的照片 好可爱啊 这是多大的手 三岁 74岁 现在身材跟那个时候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可爱你竟艳的 现在老彪子了 你不喜欢欧美范吗 好 知道了 来 来 甜心的妈妈接电话 好了 你说呀 我这小时候 我是完美逆袭 我现在身高178 体重168 晚上说呀身材那么好 大长腿 腿长1米8 对呀 走起秀来气场就开挂了 赶紧说 我不能告诉你 他身高1米78 腿长1米8 我这下腿 我觉得那个典型 根本就跟那个照片 是完全一个反差 跟这个照片 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会经验到的 腿比身子还长 对 直接把脑袋割腿上的 好 来 看看五号家庭 选择一个 我想看看三分钟自闭症 好 三分钟自闭症 请看大屏幕 我有一个小怪癖 每天必须要有一段 独处的时间 所以婚后 我可能也会要求你 每天给我一段 独处的时间 你会同意的吧 这个独处时间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两个人是必须 有很多相处的时间 一个人呢 也是需要跟自己相处的 然后我看她比较喜欢喝茶 我也特别喜欢喝茶 好 选天心 选大陆 选天心 选天心 大陆才闹相前 大家好干起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火眼金睛的小红娘们 她们会把她们的红线 牵向何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她们给你发来的速配指数 谢谢小红娘 张露对合字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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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选了 哎呀我这太纠结了 太纠结了 四十 我的天啊 超级张啊 手滚 给张肉最适合你 看到我们红娘的这个 给你发来的一个参考指数了吧 她们都坐在这儿 可以看见张露 她们也都了解了张露的一些情况 谢谢 谢谢 每个女嘉宾都这么有事业心 这么独立 好难选 好 我们的小红娘也给了你一个速配指数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晨晨 金男嘉宾的亲友团 上场为你出谋划策 有请晨晨 你好 郭丽老师 您好 郭丽老师 您好 郭丽老师 您好 郭丽老师 这是妈妈呀 哎呦 跟大姐是这样的 我是沈沈 这个是沈沈 哎呦 你妈好年轻啊 谢谢 谢谢 哎呀 怎么样 你们一直坐在第三现场 看到了我们这儿的情况 你们那儿能看到 玻璃房里的孩子们吗 看不到 也看不到 对 看不到 看不到对 那起码对他们家庭的情况 是有了解的吧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我感觉三组家庭的 都非常的有秀 我们在后台也很难做出抉择 但是我喜欢一个女孩 就是形容的嘛 大长腿我觉得比较好 然后呢 还有看父母呢 也知道颜值也很高 谢谢 他说谁呢 说你呢 说大长腿的时候 一二号家庭都举起了手 确实两个都是大长腿 但是下一句话 泄露了天机 说父母颜值都很高 你们俩姐妹俩就没举手是吧 对 那婶婶呢 我感觉一号家庭 也非合适合我大枕 再一个也相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哇 完了 被你KO 但我是看到过他们 我觉得要为二号甜心说说话 人家也是大长腿 而且呢妈妈一直说 喜欢聪明的女孩 理工科还能研究生毕业 这得是多高智商啊 哎呀 对呀 怎么把这个甜心这件事给忘了 很难解释 哎呀 那好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 请你们现在为自己的女儿 做最后一次争取吧 来 一号家庭 好紧张 你看看她爸爸也是这么帅 我张路肯定不会差 又当过空姐 能帅 能看了 差不 看她家的 看她家也没错 小姨的个子高不 花家庭她妈妈身材好吗 对 我女儿比我还漂亮 阿姨都是身材又好长得又漂亮 完了就开始起来了 我女儿特别适合你啊 我女儿身材挺好的 这个我女儿最符合 我女儿她是做平面模特的 她身材肯定好 天心特别适合你 一米七八大个 长得还白净 而且空姐的长相肯定也不能差了 谢谢叔叔阿姨 我外女儿 独言三年都是自己共自己的 你说飞行员 你说那素质好不好 如果你当我们家里来 我会把你当你自己儿子看待的 哎呀 你放心 你看这三家儿给急的哟 哎呦 好吧 三位家庭的最后一次争取的机会 都已经使用完了 但最后的选择权利 是你自己的 我们谁说了都不算 我的选择是 大帆船吗 我心里跳得好看呀 一号 我们恭喜一号家庭 请另外两位 二号的甜心 和任芳贤 你们从小玻璃屋子里走过来吧 好遗憾呀 我才是富败光伟大小腿本人 好不好 哈哈哈 过个手吧 天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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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缘分还没到吧 哈哈 有请一号张鹿 有请张鹿 有请张鹿 福贤 哦 你好 哦 因为你给我 是 好浪漫啊 这身高 这俩身高真可以 男嘉宾你刚才挺能说的 你怎么半天不说一句话 我有点 看到女嘉宾有点义无伦次了 我现在想唱首歌 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的一首 十字王的主题曲 好啊 真的挺配的 是够了这种温暖的疲惫 只要能跟您 可不可以感受 这爱的爱 是我们的地方 这种白眼的温暖 有了你 我以后就不会 一个人孤单地品尝我做的迟的了 你跟我走吧 好的 晨晨 稍等一会儿 晨晨 你来 你来 我已经被他们舔到牙根都死了 我跟你说啊 刚才张璐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 他是看他吧 忍着半天看一眼看一眼 然后又 但是眼睛里 涌着幸福的那种泪花 他刚才说好的那一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简直就是求婚成功 对 傻小子 你来着了 今儿个 中国新相亲 你赚了 对吧 你赚一样 她也一样 太贵了 你准备了 你为什么不喊 好好的 在一起 要争取这份颜色 第一次很翻开 我这就走了 我的 好好幸福在一起 祝福你们 刚开始 她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她出来看了 越看越好看 看到她闭眼就觉得还蛮帅的 然后各个方面都觉得蛮优秀的 然后就还蛮喜欢的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第三位男嘉宾登场 有请张环默 这位嘉宾是由珍爱广 专业弘扬为你选选 哇 这好糟啊这个 真的有点帅 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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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 就是你了 他爸跟跟我一样 我马上说 那种咋对你不能做 可以啊 可以啊 破过了两回 莫莫一出来 王丹宇家庭 为你们终于抢上来了 必须 叔叔好 叔好 张环默 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叔叔阿姨好 主人好 我叫张环默 今年三十一岁身高一米八五 我是内蒙古人 之前一直在纽约 现在在上海呢 做一个跟自己相关的一个 健康品牌的一个创业工作 谢谢大家 可以啊 可以 好 二号家庭的小船出上来了 我妈推了 童话整啥呀 哇 树林家又上来了 男嘉宾吗 这回是谁先推的 姥姥先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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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是妈妈呢 姥姥已经62了 哇 保养的 孟姥和我是本家 都姓张嘛咱们 对吧 对 您今天得多照顾我 多照顾我 行 你就放心吧 你的事儿交给大掰我了 后生的幸福交给您了 刚才你说你是在纽约 做什么工作呀 之前在纽约 因为我学的是数学和金融 所以我最早毕业的时候 做过一些金融相关的工作 然后有尝试时尚 有影视 同行啊 还做过影视呢 对 对 我有做一些 这个广告片的制片工作 在哪里做 在纽约 她是我的 别好强 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对女嘉宾有什么要求 我喜欢的女孩子 女孩子是一个端庄 大方 有内涵 用我们中国的话讲叫 厚德载物 我是一个特别霸气的人 行吗 男嘉宾 你好 我们家树林吧 有点活泼 厚动一点 可能会有一点就是顽皮 你能接受吗 我也可以很端庄的好吗 你给我端庄点 你给我端庄点 蛮好的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的表现 但是这个不会影响到 她的内涵和素质是什么 对 这谁来电话了 我老师 我是树林 你看我就知道是你树林 姨 来接电话 树林来了 喂 姨 你多说说我 行 我多说说你 平面模特呢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呢 潜不上茬吗 我准备看看VCR再聊 各种说你知道 我的优点全部说出来 嗯嗯 我们树林让我替她转达 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只有你想不到的 她没有她做不到的 从小学学 钢琴呀 舞蹈呀 模特那些她都平面 都会拍 都会做 还是一个平面模特呢 好厉害 给我压力好大 刚才树林的小姨 还有自己的小心思 说我要看一下她的VCR以后 做进一步了解 我再说 我也想看VCR 我也想看VCR 我们就来看一下男嘉宾的VCR 大家对她做进一步的了解 我叫张环墨 我有一个狂妄且卑微的愿望 那就是拯救一代中国人的健康 这也是我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 过去十年的留美生活 我曾经从事过各种各样的领域 包括金融 地产 时尚 但是我最终发现 只有运动才是我真正的热爱 我一直坚持每个星期都去健身 太棒了一个 身材 还可以 可是即使你有八块腹肌 也无法避免失恋这个事 我一共谈过三次恋爱 但最后都败给了距离 三段一直恋吗 我有一个感情上的小结婢 那就是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 我都不希望另一半去翻我的手机 因为我觉得 信任才是感情中最珍贵的东西 要喜欢信任一个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聪明 很独立的女孩 那个人是你吗 是一个健康的 喜欢运动的阳光男孩 你为什么不愿意让人家看你的手机呢 是因为你前三段都是因为手机败露的吗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是一个小引子 其实我更想说明的是 我们应该彼此保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和尊重 其实手机里面可能并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这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现 两个人既然在一块不是说信不信 你既然信任我 你的手机会怎么不可以 你为什么不敢给我看 对吧 你是因为有什么秘密不能给我看 对吧 哪怕我不翻 但是你得让我安心 对吧 你刚才有一个话 我不同意 你越不想让他看 他越想看 对 你为什么不想让他看 因为你这里有秘密啊 其实应该解决一个 我和你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我没有隐藏你的 台上的丹羽的爸爸频频点头 你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吗 我是百分百同意 在家里我和我太太的手机 我们十来年我们父母先看的 对 我们从来不怀疑不质疑对方 这个概念在我们家庭不存在 叔叔阿姨是我们的榜样 对 真的是够了 在家里还秀不够 出来还秀 我跟邓老师我们俩 我也是百分之百相信他 他也百分之百相信我 但是我们两个的手机 从来都是放那儿的 你爱看不看 我不关心这个问题 没什么秘密 对不对 对 国立老师对 对 文建平你好 阿姨好 我外年他是个学霸呀 对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他是北京化工大学 他学的是化学工程与工艺 他现在工作已经 已经定下来了在北京 男嘉宾你介意异地恋吗 我是比较独立的 所以我没关系了 我觉得女孩会比较介意 我觉得女孩还是希望别人陪伴他 天心不介意异地恋的 您俩真的气质 各方面真的很配的 真的很配 好好好 多谢多谢阿姨 独立呢自立呢 又给我忘了 男嘉宾 苏林从小就非常的独立 现在自己经营的饭店 基本上是一个人操作起来的 然后太原有店 北京有分店 非常的独立 完了男嘉宾就符合我家 我家的一个重要硬刚性条件 就是帅 因为我们家现在杨树子 房子车子跳的这些 通通都可以不要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摔 摔 摔 必须是摔 喂 喂 你好 国立老师 我是三号王丹宇 帮我接我爸爸 好的 喂 爸爸 爸爸 是我 爸爸你要跟他说 我跟他还是挺合适的 我们都在上海 而且你也这么喜欢运动 我也这么喜欢运动 我真要说的 好的 张先生 你好 叔叔好 我是健康达人 我做了八年的会所 我女儿受我的影响 也是运动达人 现在包括我太太受我的影响 也开始长跑 这个很好 很好 对 所以我们是一个 exercise family 非常棒这个 好了 我们该说的都说了 接下来你将进行 全力反转环节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二号 甜心家庭 25岁 职业是国企实习员工 三号 黄丹宇家庭 丹宇是21岁 职业是自由职业 好 四号 杨树林家庭 22岁职业是餐饮店的老板 好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几个 你关心的问题 对他们的父母提问 并且说出你的理由 来吧 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女儿最晚一次回家是几点 最晚一次回家 因为我平常的生活状态 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我的生活的节奏特别像一个老年人 每天早上起来呢要去散步 然后这个睡得也特别早 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有点不太大调 我喜欢 我们家也是睡得很早 我给他规定 十点以前必须到家 不能在外面过夜 丹宇的爸爸接电话 喂 爸爸你要跟他说 我虽然年纪小 但我过的是中年少女的生活 我生活很健康的 喝喝茶呀 然后平时在家谈谈情 你跟他说啊 你好 张先生 我女儿不全是动 她还有劲 喝喝茶也可以 她坐下来做那个耳环 可以做四五个小时 不带动的 手工的 手工的 我带的这些都是她做的 太好玩了 挺有意思 我们家树林最晚回家 超不过十二点 因为工作特别的忙 但是她每天必须保证她的美容教 十二点之前尽量睡觉 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对吧 我特别害怕女孩呢 发脾气 还好 我脾气可好了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平常你女儿发脾气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一定要说真话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我们女儿基本不发脾气 生闷气我都是 她要发脾气的话 只是会对我发脾气 对外面的人都是挺好的 我是孝顺的好吗 怎么能这么说 天心就愿意跟我耍小脾气 因为她知道我疼她 没有啥脾气 她性格非常好 就属于那种活泼开朗的性格 我们家树林发脾气 一般只会对她 特别信任的人发脾气 然后对信任的发脾气呢 有一个妙字我可以交给你 不要理她 你跟东西就好了 哎呦 不用理她 把你给卖了 或者你给她想一个 哎 你看这个电视好不好看 或者说你看张国丽老师真帅 谢谢你说了一句实话 好 给你了吧 谢谢 我的时候那种注意力特别容易 跟人跑的人 就是三分钟就忘了 对对对 我也是 其实 好了 我们了解的已经很多了 接下来我们每组家庭 还有四个私密的情报 你可以选择一个进行了解 我们先看二号家庭 选一个好点的 我求你了 我选第三个问题吧 我是丁字户 请看大屏幕 我是丁字户 我是丁字户 从小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丁字户 目标定在哪里 下一步就丁到哪里 学习定到第一 就年年丁在那里 工作定到北京 户口就丁到北京 现在我把目标定在这里 就一定会找到我的白马王子 明白了 哇 你这个功课太厉害了 我真的是一个功课你 好 接下来三号 王丹宇 我还是选择第三个问题 就爱你 来 就爱你 请看大屏幕 她是我妈妈 她是我爸爸 她们共同的爱好就是喝红酒 她们特别恩爱 这些红酒都是她们爱情的见证 我也希望自己的爱情 可以像她们这般恩爱 我超爱喝红酒 你啊 你应该来我们家喝酒 我超级爱喝红酒 你看我们家 这是我们家酒穴 给你看了一段父母的爱情 我刚认识她妈妈的时候呢 我们去划小木船 那个时候呢 我做船长 她做乘客 所以我希望呢 今天能够宰上 我的女儿还有她的另外一半 划的都是小木船 我们一起去旅游 好好好 丹宇的爸爸妈妈非常恩爱 所以她也特别希望找一个男朋友 两个人也恩恩爱爱 像父母一样 可别说这个了 我那狗粮吃得杠杠的 好 请看四号 杨树林 第一个问题 很好玩 后宫加力3000 请看大屏幕 你喜欢小玩具是吧 对 全我抓的 哦 可以啊 可以啊 看两边全是抓的 真的呀 哇 你好厉害呀 带一下佩服 我都想跟你去玩了 所以她们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对不对 我们再看看我们火眼金睛的小红娘们 她们给你提供的速配指数 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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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们家树林 这个波子 选四号 选四号 解四号 解四号 我的老老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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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壮 二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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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林 树林 树林 哇 好正啊 哇 完全出乎我的印象 这个结果可让我怎么选 32 35 33 我最低 我再听听你们亲友团是什么意见 可以吗 听听家里人的想法 接下来我们有请陈辰及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你出谋划策 这谁啊 有点帅啊 我实在猜不猜 这要说是他爸 我肯定是不相信 你好 这是我们男嘉宾的表哥 表哥呀 来自于内蒙大草原 这有点像蒙古汉子 他们家有人基因不变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表哥呢 还是他本人 造型是一样的 主要是造型而同一的 有SUV 有洗弹 不同的款 大哥你说一说你的品价 三好佳琴的话 从这个叔叔阿姨这个上场的表现 包括谈吐啊 家庭很温馨 至少家庭环境是非常好的我觉得 对 我觉得 我觉得三好 三好 三好 二好 大家都急了 最后呢 最后呢 其实还是要让我们的默默自己来选择 请我们三组家庭为自己的女儿做最后一次的争取吧 准备好 天心家庭 选天心不后悔 不选天心才后悔 好 简单明了啊 说得好 爸爸好好说 来 默默 到我们家来 我们一个恩爱的家庭 喜欢你 非常欢迎你 谢谢叔叔 我们家杨树林 琴棋舒嬅样样通 你如果选择她 你就有口福了 而且还做得一首好菜 让我们小红娘们 一起来倒数五秒 我的心跳真的跟着音乐一样 我好激动 好紧张 五 四 三 二 一 男嘉宾 请你做出 自己的选择吧 我选择 四号 二号 二号 四号 嘉宾 耶 四号 太忙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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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林 我没有想到你笑在最后啊 好吧 我们恭喜四号家庭 请另外两位从玻璃房里走出来吧 你好 单语 后卫吗 啊 哈哈 我们有请杨树林登场 有请女嘉宾 杨树林 我都不会了 有点紧张 我都不会了 有点紧张 我也是崩得胡歌 来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比他还帅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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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一个审美 过高的一个人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让我眼前一亮 所以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你 多多关照 小红娘们 过分了啊 什么事上来就亲一个 礼貌性的抱一抱还可以 然后牵着手走 上来就亲一个 哪有这样的 抱一个 来拥抱一个 抱一个呗 只要在你身边 我就想要自己的心间 只有你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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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阿姨们 刚开始心里头没有 我就给我一打 就不平凡的打 不断的打 我得让他对我有印象呀 他打电话特别逗 哈哈 对 我是喜欢这种特别逗的 听到我玩 中国新乡亲 有爸妈更放心 今天全现成功 太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